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讲 我们今天的,我们要跟大家讲几个 新的名词,几个,新的做法 好 好,我们假设有一个 linear system 它是什么一个系统呢?它用谁来组成呢? 它有m的equations 其中有n的分析 有n的分析,我们打个简单的比方 比如说AEEX1 AEE2X2 有n的amount 所以AEMXN B1 比如说这是一个系统 A2E,X1,A2E,X2,一直来,一直到来,A2N,XN,E2,那总共有几条equation呢?M条equation,A1E,X1,A2X2,A2N,XN,E2,我们有个系统事情,OK? 那这个理念呢,我们把,我们把这个X,这个位置数的前面这个呢,叫做系数,OK?这个刚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 你看,你这样所有的位置数,跟它有关系,通通都放在左边,那长处的部分呢,跟位置数没有关系,那么这边呢, 如果所有的BI,通通都等于零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system呢?它是个homogeneous system,就好像我们先前所学过的那个, 文方正一样,and how you will determine the judgment,homogeneous equation,OK? Differential equation,if not,or BI,最重要是not. 既不是每一个都等于零的话,那这条文章,我们进行点试。 OK? 好,那一般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写,来表示它会比较方便呢? 我们会这样写,我们会这样呢,把它写成的矩阵,把系数呢,写在一起。 然后再沉上。 然后再沉上。 A11乘上S1,A11乘上S1,A11乘上S1,加上A12乘第二个,乘第二个。 这样子最后加起来结果,要等于1个等于。 所以呢,这个就处于量数上面,这个minian system,OK? 那我们呢,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去写成A一个矩阵,乘上X的矩阵,等于B的矩阵。 那这里面呢,我们要定义两个矩阵。 A的矩阵很容易嘛,上面已经写了嘛,对不对? 另外呢,另外呢,A跟B结合起来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矩阵。 OK? A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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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那我们要介绍另外一种,假设我们把B盘盖进来。 这个呢,我们从A1,A1,A1。 所以这个A上面就加一条类似丘鱼 这个叫RU分的残存基础 那有些时候我们会故意在中间画一条线 让我们知道这条线就相当于这个地方的等号 OK 我们将把它拍在一起 好 这样子是干嘛 这样最重要的就是要来紧这个A上面 那你们高中呢已经教过 你们高中有没有教消去法 有没有 有吗 有记得消去法的举手 把你们忘掉的举手 好 情况下 你们也有教那个上Cramer的Rule的方式 有没有 记得Cramer的Rule的这个举手 我也不晓得 好 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办法要把它剪出来 对不对 但是一个系统有不同的结论 我们下面举三个例子 让大家来看看 假设我们有个系统是这样的 X1 再加上X2 等于1 两倍的X1 减掉X2 等于1 比如说要解这个列币放载 那你把这两条线画一下 那么你就会画出两条线 那么你就会画出两条线 然后再换手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条线 比如说这个 X1加X2等于1 然后两倍的X1加两倍的X2等于2 这个只是上面乘以2而已 对不对 画起来是什么东西 画起来相当一点 比较我偏新鲜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倍率可以 我把这一句型除以二等号还是存在 就发现就变成第一个 当我这样子做了之后 是不是把其中一条 push到另外一条叠上去 你告诉我 没有多少个答案 无穷多个答案 只有在这条线上 通通都无可 是不是 所以这个呢 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玩手中 那这个呢 无穷多个手中 好 我们看看另外一个 X1加X2 你看大家第一条都一样 但第二个X1加X2呢 同样的 它就要求等于0 它就要求等于0 那你有没有办法乘个什么倍数 把它变成这边 或它做个什么事情把它变成它 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 这个BJ1一看就知道没有解法嘛 哪有两个都一加加等于1 同时又要等于0 物理系统有这样子吗 在古典里面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所以目前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是什么样子 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完全平行 有交叉点嘛 所以这个是什么 None so true 我们想问一件事情 这个词是很简单的 想说写出一大票东西出来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解决的 他解是一个还是很多的 应该这么解决的 词词 刻意做到后来 你可能会多词一些多余的词词 也就是这个词词可能只是上面的信息组合而已 或者只是上面哪一条词词乘上什么数字而已 这个词词对简词一个能够帮助到 ok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用啊 那就没有用了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很多找书第一个 或者找书看你有几个变数 然后我们想要去建构这个方程式 那它每一条方程式都是独立的 假设方程式的调数 个数 跟你的位置数的个数 比较太棒 对不对 那要是方程式的个数 比位置数少了怎么办 你有多少钱 有无穷多数 假设独立方程式呢 做完之后竟然比位置数多 或者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就没有解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东西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怎么知道 怎么去设定一个比方 让它可以解 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好了 比如说我们学过了这个电路法 我现在随便画两个电路 假设这边 这边是电路 这边是V1 再是V2 R1 R2 R3 R4 其实解出来一下里面的电路有什么流口 你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啊 第一个你可以用什么 科系合乎的回路地理 对 回路地理说 它假设这边是叫I2 这个叫做I1 那我是不是可以列出两个方程式出来啊 那我也可以用科系合乎的节点地理啊 这边有节点 这边有节点 是不是我又可以列出两个方程式出来啊 但是事实上你的位置数字有几个 两个嘛 就是I1 I2 要你求的嘛 你这样找到两个 独立的就可以解了 但是呢 我把各样的东西一摆进去 我可以列出四条一个学 但是里面有了根本就没有用 你怎么知道怎样呢 你怎么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这只是个简单系统 你有没有看过这么简单的元件 除了你们实验室之外 假设你弹的是一个CPU里面 七亿元电机体 每一个电机体旁边还要加上电阻 还要加上电银 你告诉我它有几个 可能有21个元件 看有几个路 你是不是列了点都歪掉 对不对 那那是什么点 你怎么知道你列出来 它都会是独立呢 所以这个问题呢 会在我们心内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去这里告诉你 用很简单的方式 好 好 我们现在来继续下去 一般我们怎么解这个方程式 那还不简单 我们解方程式就想办法 把它凑啊凑啊凑啊凑出来就是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看看我们怎么解好不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会了解 我们怎么解 然后我们用方程式 怎么样来配合它来解 把用那个纸针 配合它 用它的方程式 来变成螺的矩针上面的一些方式 来变成螺的矩针上面的一些方式 好 现在要开始介绍 到销取法 好 现在要开始介绍 到销取法 好 这个是什么 我不晓得这种 应该怎么说 做完之后就 往回推 OK 的方式把它做出来 好 我想最简单的 我们先从个例子开始 然后我们再写规则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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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把它写成 肉 这叫第二个肉 因为都是横向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 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以前最简单的做法 我们想办法把XY把它削掉 对不对 怎么削掉 第一条4乘以2加到第二条4就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就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把第一条4乘上2 2乘上第一条4 然后再加上2 或者是用这边的表示式就是2乘上肉1 加上肉2 我们意思就是这样的操作 那这样操作它会变成什么 第一个当然不变 在下面的这个操作会变成什么 0 再加上2乘上50 10个X2再加上3 是3个X2 要对比什么 那不行 上面是等于0 那抱歉我操作 2乘上2 4 再加上-30 那是不是这边就变成 2 5 5 5 0 0 13 5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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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9 5 5 6 这上面都有数字 这边是不是等于0? 我们不管,这边是一些数字 但是最重要的是下面的这个三角形 所有的element都是0 OK 那这个其实是这样做而已 那这样做意义在哪边? 因为就开始倒推了 我们把这个式子叫做第3个式子 这式子叫第4个式子 那第4个式子倒推 所以第4个式子告诉我 x2 是不是等于-26 除以13等于-2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叫第5个式子 把第5个式子带到 第3个式子 会不会两倍的x1 加上5乘上-2 对不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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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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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x1会等于什么? 这边是10嘛 -11过去变成-12 12除以2 0-6 是不是x1和x2 算出来 那意思也是一样啊 那这个地方就用同样的倒推法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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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一个 argument 就是这样一个 argument matrix 就是AE AE2 AEN E1 ARE ARN ARN B2 AM1 AM1 AM2 AMN BM 经过 横向子的彼此当中的操作 记住了 我这个操作都是横向子哦 有没有 我没有这一行去加这一行 我没有做这样子总向的事情 我都是横向做 为什么? 因为方程师是横向在加了 你能不能把这个加上这个 你只能橫向佳,那我就跟著它橫向佳,經過RAW OPERATION 但是你要RAW OPERATION,你能不能讓它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第一個不變的,變第一個從來都沒動過 第二個就開始動,但是好玩的是第一個,我要喜歡它變成A 這個叫A22,經過動過我就給它一個 第三個也是為0 一直到 假設是,我們先看簡單的狀況,假設按照我們這樣子的話 你兩個位置做兩個方案式,那左邊這邊是形成一個方塊 右邊這邊是多一排,對不對? 所以呢,假設我們把這個也當作N好了 我們先放簡單 N1,N2,NN,1N,假設是這樣子 最後面下來,你只會得到一個ANN,然後BN,當然這些都變過了,中間就這樣一直下來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地方,上面呢,這邊形成一個三角形 我這樣子畫,新成一個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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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玩的是,左邊的這個三角形 裡面每一個元素都是0 當你這樣子操作完了的時候 是不是答案就可以開始從後面一度網紅會推 對不對?每個答案就算完 那這樣不是很方便 我玩你多少的 我這個計算,我丟到電腦裡面算多快 你按下去,手還沒離開,它已經算完 一下子按下去,你只要把程序寫完 就可以了,就這麼簡單 這個的做法,經過RAW OPERATION把它簡化到這個樣子 這個叫做什麼?高師效續 效續到這個地方,開始往回推的過程 就叫做HEP SUBSTITUTION OK?那你解決定了 是不是? 好 好,我們來看一看一個例子 你們課本有一堆例子,OK? 但是每個例子其實都一樣 只是有的大一點,有的小一點 請你們自己小一點 我們呢,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弄個簡單的就好 好,我們把上面那個線路再畫一次 把一些數字來騙一騙一騙 這是10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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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20歐 請問一下,裡面電子怎麼樣 90幅色的電池要輸出 80幅色的電池也要輸出 兩個優位相中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到底我這個電池看出去的電池有多大 那個電池看出來的電池有多大 對不對?好 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辦 我們很簡單的 我們先用科興科夫的規定 既然電池朝下是正的 我先假設 這個方向是 這個樣子 這一邊的方向也是一樣的方向 我可以假設一下 那根據回路電力啊 80幅色呢 一定要等於什麼 這衝出來的電流一定要開始一路壓降 然後最後回來 剛好它送出來呢 會被它消滅掉 會被它用掉 那我們看看 這一路過來呢 這個回路過來 第一個噴到的圓件是10歐米的圓件 但在我們假設裡面 通過的電流量有多少 一定是這裡很強的 對不對? 所以它的壓降是這個嗎? IR,I是I1 再加I2 乘上R是10歐米 再加上呢 回來的時候呢 上面的這個圓 這個地方 這壓降是多 I want some much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個回路 第二個回路在這邊 90幅度的電子 送出來的壓降 剛好一路會被消滅 回來的時候有點等於 所以90呢 一定要等於 我把這個 好 90呢 一定要等於什麼 第一個噴到的是 下面15歐米的這個 這個只有I2 所以I2 乘上15歐米 再加上 第二個噴到是10歐米 它又有電子的電流 所以是I1 再加上I2 乘上10 再加上最上面的那個回去 只有I2 I2的10 我們就這樣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的時候 你們能得到什麼? 那現在 30個I1 再加上 10倍的I2 等於90 10倍的I1 再加上35個I2 再加上35個I2 10 10 因為虛線之後 這邊是80 下面是10 35 90 OK 這是第一個肉 這是第二個肉 也是第一個方形 或第二個肉 好現在我們怎麼做 我們想辦法把下面這個消掉 對不對 我們把第一個式子 第一個式子 要把I1消掉 先把第二個式子乘上3 前面就變成30 然後呢 上面減3 對不對 那在這個地方 就是同樣的 Raw1 減掉 3乘上 Raw2 我們就做這個操作 那麼它會變成什麼? 一行不變 這個不變 下面呢 這個不見了 就沒有了 這個地方還會有 -3 3 3 355 339 105 105 是-105 加上1 變成-9 3 270 -270 加80 -105 那是不是相當於 我這個地方 就變成30 10 8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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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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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三角形出现了 最下面这一行只有一个就没了 这个时候IE2就可以开始计算 就开始用X-submission的方式来算 IE2是不是负的190 所以负的9数刚好等于2 这是第五 然后再往第五个式子带到第三个式子 带进去的时候会变成30倍的I1 再加10倍的乘上2等于80 所以I1会等于什么东西 I1会等于20移过去变成60 60除以30等于2 双华和5 OK 所以假设很多条没有关系 你就用这个消去把他把它削下来 OK 消去把他把它削下来 那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你发学几件事情 其实它们是等价的 你告诉我 我这两条方程式 我要是顺序把它削下来 可以吗 所以我相当于这个矩阵 行这个RO当中做交换 假设有很多条 我第一条跟第三条做交换 第五条跟第十条做交换 可不可以 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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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一个等价 操作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是很亏选的 Operation 六个是矩阵这边是什么 因为现在只能够超过Role Role Operation 我们发觉呢 Equation 你可以interchange Two equations 你交换了两条equation 无所谓 那这个就代表了 interchange 五个Role 对不对 这两个 等价 假设我们把某一个Constant 乘上 其中的一个Equation One equation 再加上 另外的Equation 这是可以吗 就像这边一样 我把第一个 比如说我把第二个Constant 乘上速度3 这加上第一个Constant 这加上第一个Constant 对不对 我可以做这样的操作 那 Role 上面 也可以 某一个Constant 乘上 One row 再加上 Other Role OK 你也可以这样做 这是等价 当然简单一点就是 OK 那这样子看起来 我们用矩阵的来做 跟直接解 解这个Equation 是同样的意思 对不对 好 但是我还是没有陪他 我们刚开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时候他没有解 什么时候为他没有解 什么时候 无穷多个解 什么时候会没有解 我们怎么知道呢 OK 所以我现在开始 要画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矩阵 OK 让大家来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这里面来 understand 他可能发生的事情 大家是怎样 所以 我看看 我们要画在哪边 我画在这边好 我把这边整个插掉 把这个保留 我从这边开始 让我让大家来了解 假设 高斯效续法 做完之后 OK 你把它整个重新排列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发觉 假设你可以这样子做 而且做完之后呢 左下方的 左下方的 这个地方 通通都是零 而且 下面的这边呢 也通通都是零 更重要的是 另外很重要的是 这个地方 也通通都要等给零 假设 假设你可以整理出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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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个解释 你不会跑到第二个解释 想要看 也有道理 算到最后面 下面这边都是零 两边都是零 那零的意思就代表 下面这些式子 其实都是一些相低的 它们都可以用上面的排列组合 来把它杀掉 它才会变成零 对不对 OK 那只剩下一些很独立的 就是说 你弄到最后面呢 剩下的最简单的就是这样子的 你无法再看简单的 那这个时候相当于说 这个是xn 对不对 xn就是等于bn除以an xn就算出来 xn算出来 xn算出来 就回去算xn1 xn-1 xn-1 xn-1算出来 就去算xn-2 OK 一直的下去 最后算到x1 全都可以把它算 OK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好 你看看像我们这边的case 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讲另外一配置 假设 你弄到这边的就可以了 这些都经过操作 OK 最后呢 下面 1 r加1 就是这个 等于0 一直到bm 这个 也就是等于0 那你就发觉一件事情 它好像也有个三角形 OK 记住这么多两个一样 通通都是等于0 下面这一排呢 整个也是等于0 这一边呢 也通通等于0 但是有了问题 它最简单的这个 并不是单独的一个 你看看我们这边解到外 都只有剩下一个微次数嘛 你用一条1亏旋上面 只有一个微次数 那这个微次数一定可以解 但假设你简化简化到最后面 有一条1亏旋上面 它不只是最简单的1亏旋 不只是一个微次数 比多有点 那这两个 要让它互相掐起来 变成为0的 这机具多的不得了 对不对 假设你算到 算到后来 变成一个 一个case 比如说 这个先在这边写 OK case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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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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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5 比如说这样子 什么意思 这算到最后面最简单的,你只有两条赤子,但是你却有四个位置,有没有更简单的赤子?没有 那这个时候,它有多少解?很多解嘛,因为这边这个匹配方式,比如说这条赤子就告诉我们,1.1的x2,再加上1.1的x3,减掉4.4的x4,要等1.1 有没有各种排列组合,刚好让这个赤子成立?有啊,无穷多个啊,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一开始这么凶不穷多个,往回推了x1,也是无穷多个,那你得到无穷多个解。 OK,了解吧?所以这个非常直觉的一件事情。 那,K13,行吧。 假设呢,R呢? 这边很多有科学,R呢? 小于M。 也就是说,这两种Case都可以,对不对? 这个Case呢,最后面的这个呢,是R等于N,假设我写成R的话,它这边倒是三个R等于N,但是N还是小于M,对不对? OK,有这样子。同时呢? 同时呢? BR BR R加E 一直等到BM呢? 这个怎么样? 哦,我不能够写等号耶,我只能够写句点。 这样子呢? 它什么意思? 然后,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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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負二,這樣看起來好像無從多解,因為這邊有兩個,對不對,下面呢,零,零,零,看起來很好,但突然跑出一個十二,有沒有可能一個等號在這邊,十二,等號右邊是十二,等號左邊是零,十二怎麼等於零,永遠都不可能啊,所以這個有問題,這個呢,就告訴我們,no so. 大部分發生這種狀況,是你根本就弄錯了,你可以是列錯了,你才會跑出這樣,這樣弄錯了,ok,所以從矩陣上面的高斯的小距法,就可以很簡化的讓我們看得到他的一些狀況,ok 好,我要讓大家熟悉啊,我們請進行,Section,七點三,六,四四,四八,昨天有兩題對不對,今天給三題。 好,謝謝大家。